一福哥我想请教 因为嘉义市的情况 你可能比较了解 那吴敦毅跟萧淑丽 一两个是有过节吗 因为一直讲到说 四年前的那个议长的 那个纠葛 因为萧淑丽为什么会这么怨恨 就是他在出国期间 吴敦毅下了嘉义一个党部的活动 然后黄敏慧在那个活动上面 宣布参选 萧淑丽认为是我出国 那这个是党部的活动 你黄敏慧在那边 当着吴敦毅面前宣布的时候 当然他第一个是偷袭 第二个是不是跟吴敦毅 唱好双簧 把那个场子做给了叫黄敏慧 所以他们很不高兴 当然你说萧家班跟黄敏慧的恩怨 不是来自于萧淑丽 这一次的选举 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2014年的选举 当时的国民党的体系里面 萧淑丽当时要选退选 去支持了陈以珍 当然黄敏慧的态度 当时在嘉义市一直被质疑 到底是不是全力浮选等等 所以这个恩怨其实蛮长久的 那加上在党部的一个活动里面 宣布让萧淑丽非常的不高兴 再加上后面又出现了 所谓的说谎的论战 说你当初2014年是你们来拜托谁要讲你 那萧淑丽又说不是 所以这场选战打下去以后 当然萧淑丽其实他讲说 武敦毅不会倒国民党不会好 其实这一个用语 其实在嘉义他已经讲很久 自从他决定要自行参选的时候 大概至少讲了两个月了 大概在嘉义市大概至少讲了两个月 只不过这一次要开除他党籍前 他先主动开退党计程会以后 把他讲出来 那萧淑丽是一个 当然我们说他是萧家班 事实上他并不是所谓萧家班的第一期 他是萧家班的有关系 跟萧家班其实是一个 长期以来常在一起的 一起在嘉义市发展 但是他不能算是一个正统萧家班 所以之前大家都有在质疑一个 就是说萧家班是不是真的挺萧淑丽 直到前一段时间的一个生日上面 萧家班的领头人正式出来说 支持萧淑丽 那就形成了一个萧淑丽 确实是萧家班全力下去 包括现在比较麻烦的 就国民党面临比较麻烦的是农会 商业会等等这一些人 都确定支持萧淑丽 而且他们也说他们要退党 已经退了 今天上午就一并退党 那这个会对黄敏会造成选举的危机 那大家怎么去看一个嘉义市的选举 那现在民进党里面希望是一个三强鼎立的状态 如果说是萧淑丽弱 那黄敏会跟突醒者之间就竞争 就蛮强的 就有竞争力 所以希望先维持一个三强鼎立的状态 那希望萧淑丽的在这一次的选举 至少能够获得一万五千票以上 如果获得一万五千票以上的话 那突醒者是相对稳定 就变成他相对稳定 当选的几率是相对提升 所以萧淑丽跟国民党的失和 尤其是跟吴敦义的失和 让萧淑丽在这场选举上面 去地方上问看看 萧淑丽真的跑得很勤快 再小的拖再大的拖 甚至于小到大家都觉得 那个拖应该不去的拖 萧淑丽都到 所以他跑得很勤快 他越勤快 国民党越担心 因为他也就是议员议长 他是议长的身份 所以他跑得越勤快 国民党越紧张 当然民进党就越高兴 所以萧淑丽变成一个 得票率会去 得票数会去影响 嘉义市胜负的一个关键人物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得看 他到底是多少 然后嘉义市的议员 国民党请不要忘记 五党籍是多数十二级 你在把你们的议员再开除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在议会里面 国民党的息子会越来越少 因为要知道 萧家班体系里面的议员 低系的议员 本身就很多都是无党籍的 你根本拿他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现在在开除了 国民党的这些党籍议员的时候 对不起 这些党籍议员的实力 不怪国民党 都有机会当选的人 所以你开除他们 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选情的伤害其实并不大 但是会加深他们 对萧淑丽的辅选态度更为积极 那这样子的话 会直接冲击国民党的选情 那当然相对突行者 就会比较稳定一点